好累呀 嗯 不想做游戏主播了 特别是看到一条这样的评论 我之前是特别喜欢君君和你腻的 因为我感觉视频都很有趣 但是我感觉你现在视频更新的都很慢 而且恐怖叙数很小 我真的有点腻了 之前你们玩的都很开心 我很喜欢看 但我感觉真的 我现在看的有点无趣 其实这个粉丝说的没错 我现在更新视频的频率 的确是没有之前那么的快了 可能是脑子里面空空如也吧 我觉得很多游戏博主 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就是不知道更新什么内容 会获得大家的喜爱了 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现在的迷你世界 真的再也不是从前的迷你世界了 它非常多的bug 非常的卡顿 游戏体验感几乎为宁 像我和妮妮经常年轻 录一些恐怖解历 但由于现在的卡顿问题非常多 所以说会导致我们两个人意外死亡 那录这个素材的话 可能会比之前花费的时间就更长了 这怎么说呢 就非常搞坏人的心态 官方好像也不太想要修复这些bug 每天都想着出一些新皮肤 特别是我自己的这个账号 真的是卡的让我怀疑人生 后面我去找官方处理了一下 可是他们帮我解决过后 虽然会好转一点点 但是呢还是会出现卡顿 就比如说你在这里跑着跑着 突然它就卡住了 卡个几秒钟 你说哪有一款游戏能这个样子啊 经过我努力的发现 迷你世界现在这门卡顿主要有两个功能 非常的鸡肋 一点用处都没有 反而会导致我们的游戏特别的卡 那么第一个就是这个魅力值 魅力值是通过收到这些礼物 从而达到的 均均现在有十万了 可是这些魅力值毫无作用啊 既没有办法兑换皮肤 也没有办法兑换迷你币或者是迷你斗 那蠢蠢就是给官方送钱对吧 所以粉丝们不要再给我送这些礼物了 有这个迷你币 你可以自己买点皮肤都香 最离谱的是 这些小花花 就算不是我的好友也能送 相当于我两百多万粉丝 都可以给我送这些花花 你们可以想象一下 君君的账号有多卡 另外一个功能 就是为什么要出现 可以保留十四天内的好友申请 对于我们这种主欧来说 相当于我们这个申请列表 每一分钟就有心地弹出来 我的天哪 我真的是玩个惨 超主欧与账人 习惠宝 快 这些bug的毕竟暑假是流量高峰期嘛 最后呢还是那句话 迷你不倒我们不散